鲜花车站 听说鲜花车站非常漂亮 白夫子让我们多拍点好看的照片 没问题 保证完成任务 老奶奶 您先请 谢谢您 好孩子 车站的鲜花怎么变成这样了 谁弄的呀 也太不爱护花草了 你们看 地上有小动物的脚印 可能是小动物弄的 我们要想个办法爱护好花草 所有办法让小动物不再来搞破坏 真的吗 保证没问题 栅栏修好了 哇 有了栅栏就能保证小动物进不去了 小花安全了 希望大家以后都能爱护花草 哇 那朵花不见了 我们进去看看 花怎么在那里呀 我过去看看 花被拖进洞里了 应该是小动物在地下打洞 栅栏挡不住它 它又太不爱护花草了 我们快跟过去 我保证把它找出来 原来花是被土拨鼠拿走的 土拨鼠的家好漂亮呀 这里没有黄色的花 所以土拨鼠才会去车站摘花呀 我们帮土拨鼠把黄色花种在洞口吧 花种好了 这样土拨鼠也不用再去车站摘花了 嗯 太好了 哇 花多找好了 现在鲜花出这 好漂亮 我们要更加爱护花草 这里才能一直没下去 嗯 现在可以拍照片咯 我保证拍得美美的 车来了 我们排队等车吧 老爷爷 您先请 奶奶 您也先请 孩子们 谢谢 不客气 您先请 老爷爷 这里有座位 您先请 谢谢你 乖孩子